所有人整个是这样 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是读台中师范学院的 那我出来就是当老师 我在甸选师院的时候 我很考虑要去哪里好 然后本来我最想去的是南投 因为南投学生的制法 薪水又高 有偏点加急 可是后来一想 读到三岁会怎么办 因为我在台中读四年 三岁只要可以的话 我一定都回来 甚至还有一次我们学校 有那个题 就是刚好是校庆活动 办手球比赛 我就跟他们班人工姐 就说有些家的行 比赛完结束之后 就是下午三点钟 开始骑摩托车回北港 然后是零整理回来的 然后在这边吃完礼拜 在看完热闹之后 凌晨再骑回去 然后继续冠崖去自在 我想要在北城多小 成立很贵 所以我跟他说 加入自在 从完全对古龙不认识 本来只是在旁观的 然后开始知道 他们的冲娘蜜 然后什么交小朋友 另外会是超天空火马回五班 所以明天你们的体验活动 继续结束之后 我们不是五点五点 体验活动结束 到一个分享课论 好 我们那个火马回它有排班 我被排的班次是 火调到零老门边 就十九 然后如果他给我们排到工后 你如果要 远远远处到零老门 那你就更麻烦了 因为我们还要上班 但是我们都通常的客户困难 像星期一个下午 我已经起床下了 然后我们的教学出展 对吧 好 那这是我的整个经历 那我们现在继续下一个 高经典阁 很多人唱 最准够的就是 阿北港娘 坐下的三月之道 然后坐西平民是三月之道 三月十三 大陆台湾大陆都是在三月十三 那麽是北港市在三月十九 其实 这个跟那个 施必和尚有关系 孙明和尚他在康熙33年的时候 三月十九度来到北港 然后被我们北港给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 在这边 供供这位 这座麻祖 然后在这里建庙 那所以说 我们一般来讲 你从哪一个庙 出来的神 等一段几天都要回到哪一个庙 再去进香 所以我们在清朝的时候 会从奉港在渡南回去面中 我们要进香 进香完之后 回程是在安平坑户的 然后再来整个回来 到了三月十五度回到我们奉港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庙到一个回来 至远的庙 通知等座 比较不让我们 台湾等 在我们那边结束 所以这种现象 不让我们自己 那如果你要知道 有一些镜像 就是清少现象的东西 现在朝天宫的那个 在我们的北港 他的道境最大的 不是在三月十五度 在以前 在以前 他是 民火四十四年前 他都是上元的道境比较大的 而且 常常都是三天 比我们三月十九 现在的两天还要多 那在当时 因为那个 上元祭典 从三天反而缩小一天 那会缩小的原因是 政府提倡说 我们不要复杖犯费 我们要节省 然后 这个三天的拜拜 实在是不太 犯费了 那所以就缩小回一天 然后 所以缩小回一天之后 因为也没有回复 那时候进香了 那北港人就提 这边的九月 跟这边的ああ 有没有变 因为 所有遘境的路关 也是都要走 因为要给人的特色就是 妈祖神教 大些小像 神教就过得 他说都要走到底 走到那个地方 你就可以跟妈祖 有一个比较近距离的解说 所以你们也可以注意到 到时候 那时光也关掉 我们其实可以在 那个神看前面 跟妈祖面 面对面相当 是很接近的距離 可是你到很多的廟 媽祖可能就是親吻 跟親吻的支持來關聯 因為怕錢排去多掉 那我們這邊 通常我們的稻定是早上 第一天早上會先到奮南港 奮南港就不過北港溪 那是以前奮南的區域 先進去稻定 那回來 中午回到北港 裡面正內套勤 然後晚上 就是再套勤 然後入廟 然後第二天是會到新街 新街就是那個 中間要踏捷 那一天的那個 但是他沒有走到那一邊 而是在那個 開完新街開始走那一邊套勤 到晚之後回到 中午回到那個街內 到晚之後下午 入廟 晚上再出廟 他通常 我小時候都是12點半主席 都是幕廟 但最近這裡面越來越不足 常常路上時間都要 有點才開始幕廟 這是他的原因 那我這裡把我 圈裡的請禮出去 然後參加我們那一邊的套勤 有很多都是請出眾的 因為他們是 平時都是打散各有各的行業 只有這兩邊才回來 也是因為這樣 除了我們現在 北港的一些 好聊聊 再來 這裡有一個 第二個特色是 傳統園會的百年印證 這裡我們查得到年代的 有顆 像金森處的太陸府 他是個北管 他是親同志五年 1865 然後吉亞軒 那些 吉亞軒最近也很危險 他人員也越來越少了 本來的排場很大 他也是一個北管 然後他先 先奉元年1850年成立了 再來 在德義堂農公司 他是清光聚末年 剛才在下課時間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栽 他就是德義堂的師子 然後他 武師頭的是德義堂的帝師派 另外一個 那個地址 葉勝起先生民的 然後 他同時也是北港新農法的辦長 那 這邊剛才 我們那個 團長 他的那個檢報有一些 錯誤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那個 長長的 喇叭的那個 一個 造條 但是他反而 就是上面的標榜 因為他是真 那是什麼 聖政生 聖政生 他其實也是開入 我們這給我們開入過 我們兩週 這一週最早的 這個印象生的開入過 他是北港媽祖的 道徑他用的 那聖政生 他在我們 三倍十九里會出來 但是他最主要是 我們另外一間廟 聖安宮 他的開入 他就是反而壞 那所以 因為這樣 我們的創新 新P格 北北亞 民國四十五年 是蔡川設計的 蔡川他以前 是那個 清朝的秀才 然後他也在 張領過 我們那個 北港媽祖廟 然後他就是 設計的爆麻宅 那他現在設計的爆麻宅 也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在各地方廟會所看到爆麻宅的樣子 很相像 那其實都是我們這邊設計的 那 我們今天吃晚餐的地方 他的對面就是北港爆麻宅的位置 大家可以參觀 那 到現場 有那個 會跟你們講說 爆麻宅的一些工廢 他都有他的行為 然後神偶的創新 這裡的神偶的創新 董仔 小村的神偶 大家記得董仔 他也是從北港最先出現的 另外 我們這裡